他看到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之后 他之前被杀丢的人 嗨大家好 我是Pakio 悬疑系列回归啦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暗黑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来自以一的七个房间 它被收录在它的短片机ZOO里面 是个非常短 但是读完之后让人不豪而立的一个故事 好 准备好了没有 我们现在开始讲故事 那我们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个小男孩 估计就是小学生左右 然后女主人公就是他的姐姐 就是姐弟两个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这个故事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我来进行的 我就是那个小男孩 那么故事开始的时候 第一句话是这么写的 在那个房间里醒来的时候 我不知身在何处 感到很害怕 我能够看到的只有一盏昏黄的电灯 发出黄色的微弱的光 照着周围的一片黑暗 然后呢这个小男孩抬起头啊 发现自己所在的一个地方 就是一个密闭的房间 四处都是水泥墙 在这个密闭的房间啊 里面上面有盏黄色的灯 然后呢 奇怪的是在这个房间 比方说靠我这儿的地方是门 这里一堵墙 这里一堵墙 在这个正方形的房间的中央呢 有一条钩 就是从这两臂墙之间穿过 这个钩啊大概50厘米左右 然后姐姐两个在这个莫名其妙的房间 醒过来觉得很茫然 因为刚才他们还是跟妈妈去逛街的 因为妈妈要买东西 所以就让姐姐照顾弟弟 然后两个人就有点口角不开心嘛 因为弟弟觉得我自己是个大人 我不需要姐姐管 然后这个时候 他们就听到旁边的林导 有人在说话 他们一转头 就突然感觉头上一股剧痛 在醒来的时候 姐姐两个就发现 自己在这个密闭的房间了 那这个房间呢 什么都还有 就是上面一盏灯 和下面的房间中央的那一条沟 他们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小男孩就看着那个沟 说里写道 沟里流着浑浊的水 从左向右流淌着 沟里的水发出异样的味道 接触到水的水泥部分已经变了色 变成一种可怕的颜色 姐姐俩就开始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就发现没人理他们 然后呢 紧关着的铁门 连个门把手都没有 只是说这个铁门啊 在下面有了一点门缝 外面有光照进来 然后姐姐就大喊 救命啊 也没有人啊 也没有人理他们 他们拼命求救了一会儿 实在是累得不行了 然后昏睡过去醒来之后呢 就发现 从这个门缝下面 塞进来了一盘水和一盘面包 然后姐姐就发现 原来是有人在送吃的 所以她就大声去求救 可是依旧是没有人理他们 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就不停地听到 铁门外面传来各种 人在吼叫 然后关门 然后机器的各种嘲杂的声音 就这样 他们被关的第一天 哄哄哄哄就过去了 很快第二天来到了 他们俩又睁开眼睛 其实这个故事 就是想姐姐俩被关在 这个密室的房间当中 所度过的这么一周 第二天呢 还是跟昨天一样 门口送来了面包跟水 姐姐俩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于是他们决定呢 自己找办法 想要逃走 然后因为那个 从房子中间的那个沟 不是有50公分左右嘛 就是姐姐的 就是比较偏大人体格 是下不去的 但是弟弟的体格 因为偏小 所以他就试着 能不能通过这个沟 爬到隔壁去 因为他这个房间 这个沟从中间流过嘛 流到隔壁 在他流过去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正方形的口子 然后因为加上下面有水声 所以弟弟如果憋气 然后从这个正方形的口子 游过去 是可以到达隔壁的房间 也就是说可以看到 旁边是发生什么事情的 所以姐弟俩就决定派弟弟去打探一下 这个房间外面是什么样子 虽然那个水啊很恶心 弟弟各种不想下去 但是为了想要逃走 他们还是决定尝试一事 于是书里写 我走到墙边 把身体缩到水里 脏水逐渐从脚向身体蔓延 直到包围了我的全身 那种感觉 就像是有很多小虫子 顺着我的身体表面向上爬 然后把我的皮肤都腐蚀了 我憋着气 紧紧地闭上眼睛 然后把头塞进水流过来 那个方向的方形洞里 洞很窄 顶部也很低 我匍匐着往前爬的时候 后脑勺正好顶到隧道的顶部 然后弟探过头去 然后憋气在隔壁上来的时候 发现隔壁跟他们所在的房间 也是一个正方形的密室 然后呢也是一盏灯 然后房间里面有一个惊慌失措的女人 这个女人看到弟弟就一阵尖叫 然后弟弟就说明了蓝意 紧接着他又发现这个钩继续就往前走 所以他穿越了这个房间 再往下一个房间走 然后他这么一瞬就排摸下来 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有七个房间 弟弟跟姐姐走在这个房间 在正中间是四号房 在弟弟往上走 往上游走的过程当中 前面还有一号房 二号房和三号房 然后姐弟四号房 紧接着弟弟回到四号房之后 再往下游走 发现后面还有三个房间 就是这一排呢 一共有七个 上游的每个房间里面都住着一个女人 一号房是个红发女人 二号房是一个长发女人 三号房是个年轻女人 跟他姐姐差不多大 四号房就是姐弟 然后五号房住着一个少女 六号房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弟弟来到六号房的时候 发现六号房间是空着的 没有人 这个房间就是被打扫得很干净 然后他抱着疑惑 再游到了七号房的时候 发现七号房里面 有一个骨瘦如柴 就是浑身散播着死亡 极其非常可怕的一个女的 她的状态 跟前面几个房间 女人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到了七号房为止嘛 再往外留的地方 就会有铁栅栏 就留不出去了 就到尽头 所以也就是说 盘一盘 这里一共七个房间 其中六个房间有人 一个房间是空的 然后七号房间的女人 看到弟弟来 浑身惊口 说了一些 让弟弟摸不着头脑的话 他看着弟弟问是哪来的 弟弟告诉他 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嘛 然后七号房的女人 就非常疯癫的 自言自语的说 也就是说 这条锅的上路 还有活着的人 活着的人 你的意思是 你看到了吗 不可能没看到 每天晚上六点 这条锅里 都有尸体跳过去 尸体 弟弟听懵了 不懂七号房的 这个风女人 在说些什么 所以他赶紧的 按照原路返回 又游回了 自己和姐姐所在的 这个四号房里面 回到四号房啊 弟弟就把 这一连串的借文 跟姐姐汇报了嘛 然后他跟姐姐说到 七号房的女人说 每天都会有尸体 从沟里飘过去 但是他问了 帐游的 一到三号房间 大家都说 没有看到过尸体 那么为什么 七号房这个女人说 看到过尸体呢 姐姐姐俩就陷入了深思 姐姐就说 这个沟 才五十厘米这么宽 怎么可能有一具尸体 能飘得过去呢 弟弟就说啊 那个女人说了 是尸体的碎片 就是被切了 各种稀巴烂的 身体部位 从这个沟里飘过去 听到这里啊 姐姐就沉默下来 再也不作声了 然后很快就到了第三天 等姐姐两个眼睛 睁开来的时候 门口就是那个 铁门的门缝下来 已经塞进来了 水跟面包 这一次姐姐拿了面包 直接一分二 拿大部分 都塞给了弟弟 然后他跟弟弟说 你要重新再回一遍 这些房间 然后问这些女人 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记不起的 自己到这里 被关了几天了 他们有没有看到过 尸体从沟里飘过去 然后弟弟又如实 就是泡进了 那个额巾的沟里 一个一个房间 爬去问每个房间的人嘛 然后那些女人 看到弟弟来 就是比起昨天 没有那么震惊了 然后大家都会告诉 弟弟他们的信息 因为每天啊 就只送一顿餐 一顿面包嘛 所以呢 送了几顿 他们就记得 被关了几天 然后呢 弟弟爬到下游的时候 突然发现 昨天不是六号房 空着 七号房有个奇怪的 就是女人嘛 结果她今天爬到 六号房的时候 发现 六号房来了个新人 然后这个女人 看到弟弟来的 也是吓得 尖叫不止 然后弟弟就跟他 说明了情况 结果弟弟爬到 七号房的时候 发现七号房没人了 也就是说 昨天抠房间 今天突然来了人 昨天有人的房间 今天突然没了人 弟弟就想 这个地方 昨天明明关着一个女的 她还跟那个女的对话 这个女的怎么不见了呢 难道这一切发生 都是她的幻觉 她产生了 奇怪的幻觉 或者她在做梦嘛 所以她连毛 带着这些疑问 再次回到了 自己跟姐姐所在的四号房 把所有的一切情况 跟姐姐这么一说 姐姐综合大家 以及他们今天的新发现 就是那个七号房 女人消失不见 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果 姐姐就坐在原地 脸色铁青 一言不发 然后弟弟就满脸困惑 问到底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时候姐姐突然发现 角落里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一串头发 她就拿起来一看说 这个头发 不是我的呀 然后再看看弟弟 这个头发也不是弟弟 所以弟弟说 这会不会是之前 在这个房间的人留下的呢 那如果说 之前这个房间有人的话 那么那个人 后来到哪里去了呢 姐姐这个时候 不得不把她心里 所想到那件恐怖的事情 给说了出来 这里每过一天 没有人的房间 就会向下游递进一个 如果递进到了最下游 那又会重新 从上游开始 七个房间 代表一周的时间 每一天 都有一个人在房间里被杀死 然后被扔进沟里流走 旁边空的房间 又会有人被关进来 按照顺序 一个一个杀掉 然后再重新补充人 昨天第六个房间里 没有人 今天就有了 有人被绑架到这里 填补了空的房间 昨天第七个房间里面 有人 但今天就没有了 说明他 已经被杀了 所以第七个房间里的女人 才能看到有尸体飘过 按照这个顺序 把人一次关进来的话 即使有尸体被扔在鼓里 那上游房间的人 也看不到 所以第七个房间里面 那个女的 不是你的幻觉 也不是你在做梦 你真的看到那个女的了 她看到的尸体 就是在我们之后 她之前被杀丢的人 我们被关进来的时候 是星期五 我们住在四号房 我们隔壁五号房的人 那天被杀了 所以尸体 流过了六号房和七号房 所以七号房那个女的 才会看见那些尸体 紧接着第二天 六号房的人被杀了 所以六号房的房间 才会空出来 尸体又流过了七号房 那个女人又看见了 所以等你爬过去的时候 才会看到六号房是空的 所以七号房的女人 才会问你 有没有看到尸体流过 因为她已经看到了 好几个人 从这个房间经过了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 才刚来 人在我们后面死 所以我们没有看到尸体 从我们前面经过 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前面上游的人 都不知道 但下游的人看到了 紧接着就会死 今天你过去 七号房那个女人 已经不在了 说明她已经被杀了 而今天是星期一 所以 所以一号房的人 该死了 弟弟听完之后 连忙爬到一号房间 想告诉一号房的女人 但是一号房的女人 听到弟弟说的这一切之后 就大吼大叫 完全就不敢相信 弟弟见状也没办法 只好又爬回自己的房间 没多久之后 她跟姐姐的房间的那条沟里 就流出了红色的液体 说了一些 沟里流过的水里 有红色的东西 我和姐姐没有说话 只是经着沟里的水 这时沟的上游 飘过了一块白色的 滑溜溜的东西 刚开始我们还不知道 那是什么 不过那个东西 在水面上转了半圈 于是我们发现 上面有一排牙齿 知道那是人的上额 那个东西 石浮石沉 飘过了我们所在的房间 最后被吸进了 下游的洞里面了 接下来 是耳朵 手指 小块的肌肉和骨头 纷纷飘过 被戒断了手指上 还戴着金色的戒指 接着是一块 染了色的头发飘过来 仔细一看 发现不仅是一团头发 连头皮都在 然后弟弟说 我认出来了 那个红色头皮啊 就是一号房 那个染头发的女人头皮 一股想吐的感觉 翻涌上来 姐姐再忍不住了 狂吐一番 然后这个沟里的 尸块啊 就流了那么一晚上 整条沟都是鲜红鲜红的 飘过各种人体的碎片 到了第四天的早上 这个沟里的水 渐渐就变稀了 就红色变稀了 然后开始有各种 肥皂泡啊 什么什么东西流过来 就说明 上游的那个人 正在清理一号房 然后等这些肥皂泡 都流进之后 这个沟又恢复 他原本那个浑浊颜色之后啊 弟弟在偷偷的 潜入这个沟 爬到了一号房去一看 一号房呢 果然变空了 之前那个红头发的女人呢 就不在了 也就是说 正如姐姐所料 一号房的女人 已经被杀了 并且分尸了 弟弟在回来的时候 经过吉他房间 有的人疯狂哭喊 有的人沉默不语 有的人浑身发抖 他回到自己的房间 发现姐姐 整个已经精神崩溃 这个时候呢 又有人通过门缝呢 来送水和面包了 姐姐就冲过去说 等一下 你留下 然后就疯狂大喊 就攀着个铁门 说让我们出去 你到底是谁 然后拼一拼啊 说了这疯狂喊叫这么一对 结果根本外面 就没有人理他 那个人就走了嘛 然后弟弟就待在房间里 看姐姐这样发疯 他看姐姐 完全没有办法 冷静下来 也不知道怎么说 所以他很害怕 所以他又爬到了其他房间 弟弟来到了二号房间 二号房间的女人 相对看上去非常冷静 他看到弟弟来了 就突然露出了 就是很欣慰的微笑 就说 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刚才那个大吼大叫的是你姐姐吧 我好像听到声音了 然后弟弟就很茫然的点了点头 就说 因为按照逻辑来讲 一号房的人死了 紧接的就是二号房 就是该这个女的嘛 但是这个女的完全没有恐惧的那种感觉 弟弟就很奇怪 还说 为什么快死了 你还可以这样 就是从容都不哭喊 不叫呢 然后这个女的就说 因为我已经接受这个事实了 从一开始的惊慌恐惧愤怒 到最后已经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个心里怒惩了 他已经跑完了 他坐在那边 就跟弟弟聊几天来了 他知道自己快死了 他也已经放弃挣扎了 他已经在等这一刻 然后两个人就聊几天来了嘛 然后这个女的就从他脖子上 就拿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下来给弟弟 就说 如果你可以出去的话 帮我把这个交给我的家人好吗 然后弟弟接过了那个项链 又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只好先保存着 很快 下一天就来临了 然后不出所料 弟弟回到自己的房间的时候 看到房间里的沟 又开始变得心红 书里写道 不久沟里的水 就变红了 接着我刚刚在那个房间 看到的眼睛 头发 都从沟里飘了过去 那个女人的眼睛 头发现在都变成了碎片 我走进沟 默默地用双手把飘在脏水里的 那个女人的手指给捧了起来 这些手指最后才紧紧地握过我的手 现在已经失去了温度 变成了碎块 我的心好痛 我的大脑也变得像沟里的水一样 展成了红色 似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鲜红 变得炙热 我的大脑已经没办法思考 然后弟弟就是一阵狂吐 然后狂哭 因为刚刚跟他说过话 非常鲜活的一个人 现在都变成了尸体碎片 从他面前飘过 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呆掉的姐姐在那里说 好想回家呀 这一点点头 他也想 可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逃出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精神折磨 就来到了下一天 这一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到了第五天的时候 就是姐姐似乎有点缓驳进来了 因为这些天当中 弟弟因为身材的优势 可以在各个房间之间来回 然后听取大家的消息 然后推测这个杀人狂 他的一个杀人逻辑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 弟弟只要不停地在 每个房间之间来回的话 杀完他这一天 他去前一个房间 以此类推 也许永远就杀不到他 就这么一直逃下去就好了 但是弟弟却说 可是我总有一天会慢慢长大 等我体格大起来了 我也就钻不了这个洞里 而且最烦的肯定会知道 四号房关的是两个人 知道我不见了 也会到处找我的 然后姐姐就陷入了沉默 但是她还是不愿放弃 即使自己想死了 她还是想保全弟弟 这个时候弟弟呢 又到了三号房 就是隔壁的房间 去跟别人打探消息 三号房的这个女的呢 之前也发疯过 但现在已经呈现出一副 之前跟那个二号房女人 一样的状态 就是已经准备等死了 一放弃一切的挣扎 疯也疯过了 叫一叫我 吼也吼过了 所以她现在就是 无力的等待死亡 然后她看到弟弟过去了 也很开心 就跟弟弟聊起来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就拿出了一个小笔记本 就说这个是她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如果有机会出去 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交给她的父母 这个女就说 她呢是个独生女 独自来到大都市大拼 然后不知道怎么的 突然就被人敲晕了 拖到这个房间里面了 然后她就跟弟弟聊天 回忆起自己家乡的 那条小夕非常清澈 然后弟弟就跟这个 三号房的女人啊 就并肩坐着 一边看着那条浑浊的沟 一边听这个女人 回忆她家乡 那个清澈的小夕 这个场景就非常割裂 弟弟就觉得 为什么自己在外面的时候 没有多看一看 蓝天白云 看一看就是清澈的河流 以至于在这个地方 突然就怀念起 外面如此平常的美景 说的就写 现在我和这个房间的人 并排坐在角落里聊着天 昨天我和第二个房间里的 女人也曾经这样坐过 她今天也没有哭 没有喊 没有为这样的不公而愤怒 只是很平常的 就像坐在 傍晚公园的长椅上 那样随意的聊着天 我暂时忘记了自己 正置身于一个狭小的房间 四周被灰色坚硬的墙壁 所包围着 就这样两个人 似乎忘记了时间到来 然后这个女人突然听起来 才发现原来时间到了 那个杀人房要了沙塔 她连门跟弟弟说 你赶紧走 然后弟弟就很慌乱的 跳进了这个沟里 想顺着这个方形洞啊 游回自己的四号房嘛 然后她在下面 游了一半的时候 她突然想起来 为什么自己要 如此这样仓皇嘛 她突然想到 为什么她不去目睹一下 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解开这个谜团呢 这是两个长臂嘛 这里不是有个洞口 这条是沟嘛 这个沟是个方形的 一个洞口 然后在这个水沟的水面 跟这个沟的上沿 其实没有什么空隙的 所以她头是探不出来的 如果她想看清楚 这个人的面目 她就得在这个浑浊的水里 睁开眼睛 就人马也在水下面 然后睁开眼睛 看这个房间里 发生些什么事情 然后弟弟就 鼓起勇气 做了这个事情 然后就卡在那个洞口 跟三四号房之间的中间嘛 书里就写 由于水比较浑浊 我看不清楚 不过我能够看到 一个黑色的人影在移动 有一群蛆虫 留过我的脸庞 可能是黏在某种 腐烂的东西上吧 为了看了更清楚 我就往前更移了一下 然后我终于看到了 刚才还跟我聊天的 那个女人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 血肉堆成的小山 还有一个男人 一直关着的铁门 现在也抬着 注意 这个铁门呢 在里面是平的 但是它在外面 就是有那个门栓的栓扣 此时此刻 这个门是打开的 有一个男人 站在里面 他站在 不能称为人的尸体的 一堆肉块钱 背对着我这边 所以弟就在下面 这样子看着 暗上发生的一切 我看不到这个男人的脸 但能看见他手里 拿着一个电动锯子 我终于明白 有时候会听到 门外有机器的声音 原来就是这把电动锯子 发出的 丝毫看不出任何感情 只是好几次把锯子 刺进肉堆里 让肉块分割得更小一点 就在这一瞬间 红色东西 下个飞进砍了 露得满屋子都是 整个房间都变得雪红 然后不经意间 那个电锯的声音 就突然消失了 这个男人准备 要回头了 于是在这个声捐 我连忙就缩了回来 然后回到了四号房 爬回四号房 弟弟又是一阵 生理心的呕吐 然后终于到了最后一天 轮到姐弟俩 被杀的这一天 这一天也就是结局 大家猜一下 这个结局后来是怎么样 姐弟俩到底死了没有 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当这个男人 来打开这个铁门 进来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 姐姐用力 就是在角落护住弟弟 说你别过来 我绝对不认识你碰我的弟弟 然后姐姐的身后呢 躲着一个小小的身影 但其实这是我和姐姐的 最后一波 因为姐姐身后啊 那个人 根本不是我 不是弟弟 是他们之前 因为走过每个房间 弟弟已经提前 从其他房间的女人那里 借到了各种衣服毛衣 就是把这些衣服的形状 擂成弟弟的样子 然后姐姐护在前面 其实真正弟弟这个时候 躲在哪里呢 他躲在沟里 所以那个男人进来 拿着电锯 冲向姐姐的一瞬间 他要下手的那一瞬间啊 弟弟从宫里猛的就跳起来 然后呢就冲向门外 因为这个时候门是开着的 所以书里是这么显 姐姐站在离门最远的位置 摆好姿势 吸引罪犯过去 同时也是吸引罪犯的注意 让他看不到 从沟里爬出来的我 在罪犯足够靠近姐姐 想用锯子的刀口 锯姐姐伸出的双手时 我从沟里爬出来 紧急着站起来 从门跑了出去 在把门拴上的一瞬间 我全身都在发抖 我爸姐姐一个人扔在了里面 他可能要被杀了 只有我一个人逃了出来 姐姐为了让我顺利逃脱 并没有躲开 那把电动锯子 继续在墙角演戏 然后关闭的门里 电动锯子的声音停止了 传来男人敲门的声音 男人大声吼叫 想要从门里出来 但是我紧急把门拴着 不让他出来 与此同时 我去把一到七号房 每个房间的门都打开 把里面的女人都放了出来 这时候书里写 从门里面传来姐姐的笑声 笑得很大声 简直正耳欲聋 关在里面的罪犯炫耀的笑声 我们胜利了 就是姐姐以牺牲自己的方式 保全了弟弟和其他人 所有人都不放了出来 大家就赶紧逃嘛 每个人都表现得很平静 因为弟弟已经提前 跟每个人说过这个计划了 大家逃出来之后 这里书里写了一个细节 没有一个人提出 要把姐姐那个门打开 去救我的姐姐 因为姐姐事先 已经让我跟大家说了 她说要是把门打开的话 罪犯肯定会反攻的 所以她让我们一从房间出来 就立马逃走 我们决定离开这里 不去管 关着姐姐和那个杀人狂的房间 所以故事的最后啊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 我带着之前二号行 三号房女人 给我的项链 以及笔记本 还有姐姐的手表 逃出了这个地方 然后姐姐的手表呢 现在指针正好是下午六点 再也不走 那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 这个故事怎么样呢 可能是因为 我们现在已经看了 很多各种猎奇阴暗的故事 口味变重了 但是我在十几年前 第一次读到这个短片的时候 当时是完全就是浑身颤抖的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可能重口味的东西 没有这么多 我觉得乙姨的个人风格 它就是很鲜明 就时常让人觉得非常割裂 所以有黑影衣和白影衣说嘛 黑影衣就是非常阴暗的 然后白影衣就稍微有些质疑的 她的个人风格 就是有一种给人感觉 就是平静的发疯 残忍的温柔这种感觉 就是她可以以平静的口吻 把人剁成肉酱 在这些残忍的黑暗东西里面 还流出那么一丝丝光 就是非常的乙姨 就是这种风格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给我讲一年 之前也有讲过 她的夏天阴火和我的尸体 就那个故事 也造成大家非常高的讨论度 那个故事没有看过 大家可以去补个课 那么在这个短片里面 还有她的这个叫做 这本书虽然叫做Zoo 但它其实是个短片集 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 其他的短片 我这本书非常古早了 有一些年头了 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版本 标题里面Zoo的这一篇短片 也挺那个什么的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 怪奇风格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好那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 其他故事可以用力告诉我 我是Pafia 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 再见了 拜拜